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部的领域都要做家法 然后呢 这就是 我们每个人呢 各种不同的领域都要尝一尝 你说我是学艺术的 为什么不去练练书法呢 说不定我天生就是个大书法家 说我本来是可以 当芭蕾舞演员的 就是我没去练过 有些人说我嗓子很好 就是不会唱歌 我去唱唱好了 说不定我就大音乐家 你看很多演员 电影演员 怎么现在再成了音乐歌唱 不是赵薇在入磁带 你们觉得他磕声好听吗 不管了 我是赵薇 我就要入磁带 这样每个人都有天生的篝火 就没机会的 所以呢 这样呢 我们就觉得很有趣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走出去再走回来 比加索画和平歌 画得很好 为什么又去研究非洲艺术呢 为什么画立体画呢 这个情况很可能和他的出生于西班牙传统有关系 西班牙斗牛你知道吗 就内心血是漏的 狂热的 西班牙斗牛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 红的布 你知道被斗的牛都是色盲 你知道吗 看不到的 这是人为的 以为看了红布位 他只能看到一个物体在动 所有的牛都是看不懂颜色的 但西班牙的人心里是狂热的 血是热的 人是疯狂的 所以他们那个色彩是丰富的 西班牙的衣服一定是很丰富的 第三点 希腊人啊 是从原则里面发展出艺术 希腊人的艺术实际上是讲原则的 讲沟图的 有一个原则 然后根据原则发展出艺术 不是罗马人那里 从实用中发展出艺术 罗马人也发展艺术 他是从实用中 从经验中发展出艺术 希腊人是原则上发展的艺术 所以希腊人谈艺术啊 他有各种各样对艺术的定义 有什么黄金分割啊 所以希腊人是一个善于抽象思维 理性思维 概念思维 这方面哲学思维 他很发达的 罗马人只有是经验思维 你对那个人太笨的了 你怎么讲话呢 你首先要给他一个食物 进行示范 我们给小孩子上课 给他看很多图片 我们给他很多方块字 说哎呀 这叫小熊啊 这叫熊猫啊 然后给他一个玩具 告诉他这是这样的啊 熊猫是这么长的啊 或者说那是熊猫 那是猫啊 然后你告诉他这个猫和邻居的猫不一样啊 所以一般小孩子这么上课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分析的语言 用抽象的语言对小孩子讲话 因为小孩子的分析系统还没有产成 所以这种叫经验思维 但是希腊人对形象的东西 感受一下就行了 他觉得那个东西只是经验的东西 感觉的东西 什么触觉啊 味觉啊 希腊人对概念非常熟悉 他几个概念一下 他就通了 他可以用符号进行思维 然后他可以用精神形象化 他可以把真善美高尚等的东西形象化 所以呢希腊人做东西呢 首先就不是进行现实生活 这些模仿的模仿 而是直接要到天国里面去寻找理想类型 然后直接模仿天国里的那个理想类型 你们现在那个大家都很喜欢买衣服 你们买衣服有没有概念 知道吗 有啊 那比如说我听人家说 买一件衣服有四个要素 第一叫品牌 第二叫颜色 款式 第一是叫做资料 资料 你哪个放在前 我从报上读过来 第一要看什么 第一是颜色 很远的地方 看见一个人是一团粉红颜色 他看到人是一团黑色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表现气质 首先要看颜色 不看布料的 第二你要看什么 第二你要看款式 第二款款式 第三你要看什么 第三你要看资料 第四你要看什么 看品牌 然后你知道你怎么用理性来处理你家里的那么多衣服 知道吗 你们一愚梦了就去买衣服 对吧 家里的衣服有很多很多了 然后你要理性处理了 理性处理你要看看哪件衣服我一年 每个星期我都要穿一次的 哪些衣服我一个月穿一次的 哪些衣服我是半年一年才穿一次的 让你知道你真的喜欢什么了 对吧 然后你就半年以后不穿的衣服 你就把它捆起来 送给你最不喜欢的同学的妹妹 对吧 是吧 这就是把你家里的垃圾都弄好了 对吧 是不是 这叫做什么 概念进行思维 而不是那个让来的 所以希腊人对形象的东西感受一下就行了 他主要是进行这种理念的思维 它是叫做概念产生原则 那原则有什么用呢 原则就可以产生形象 所以希腊人的作品往往是精神形象化的结果 所以有个椅子 他不是把椅子直接画了 他要去思考那个椅子的原始类型 把精神形象化 所以希腊人画艺术了 虽然它有自然主义的成分 但主要还有这种哲学思维 这里有两种搞艺术的方法 是吧 一种是求真的艺术 有个椅子 我就画一个椅子 但是这种做法呢 被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进行批判 柏拉图说你画个椅子 椅子就是模仿的模仿 那个工匠根据理想类型造了个椅子 然后你在画那个椅子 也不就是模仿的模仿 你和理想类型的椅子隔了三层 那么你怎么来画椅子呢 你首先去想 椅子最美的形象是什么 你直接去模仿就行了 你按照天国的理想类型来画那个椅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就是寄托了你的一种理想在里面 艺术一定要寄托理想 这种呢 就是求真的艺术呢 在希腊人不被看好 在罗马人那里被看好 罗马人就喜欢逼真 他希望你画的东西和照片是一样的 你画的东西和他眼睛里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凡是一样的东西他就成长 所以希腊人的艺术是一种追求意境的艺术 罗马人的艺术是一种追求真实的艺术 希腊人是要把世界万物变成概念 变成你的理想 再抽象成你的理想类型 再把它表现出来 他画出来的东西是寄托了你的生命 寄托了你的意境 寄托了你的思维 还寄托了你的爱情 他把这个寄托了你的身上很多东西的东西 叫做艺术 所以罗马人却喜欢把画画变成照片 可惜我们人类只爱看照片 不爱看艺术 这就是说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是有点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谈第三个小问题 就是罗马这一套思维习惯 它对艺术的影响 或者说罗马的金属元素对艺术的影响 罗马人这样的思维方式 当然对罗马的艺术产生影响 首先它就否定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有两种语言 一种叫诗歌的语言 一种叫实际的语言 古代社会在传递情感的时候 是要通过诗的语言来表达的 现代社会传递感情的时候 往往用实际的语言来表达 没有含蓄成分 现在更进步了 实际的语言也不说了 而要用实物来表达 所以现在叫做情感方面的退步 所以罗马人谈恋爱 不谈感情的谈钱 不靠写诗的 他认为婚姻是一种交易 是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说我有三根凯全柱 加上武装别墅 所以罗马人是一个 很强调感官享受的人 写诗干什么呢 那边有个好姑娘 人家用一幢别墅就能去买 我有五幢别墅 我已经把它去了 罗马人这么思考问题的 所以就把诗歌边缘化了 罗马人对诗歌的边缘化 代表着否定精神的有用性 我们造一个神像 造个庙宇 我们追求永恒 追求永恒为什么呢 追求永恒的存在 和追求总继的思考 总继的真理 诗是什么呢 诗和小说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诗有象征的意义 诗歌比较抽象 它有象征的意义 凡是有象征意义的东西 才能够用来表达永恒的东西 你用实际的东西 去表现那个永恒的东西 就显得很熟悉 所以东西和东西之间 还需要互相的搭配 爱情这种东西 只能用诗歌来表达 是因为希望爱情永恒 这样一种理解 罗马人不懂 罗马人不具备 于是罗马人就把 永恒和总继的思考 给否定了 总继思考就是思考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明天就死 我今天怎么办 我死了以后身体怎么办 是不是身体被泥土吸收 大脑被文化吸收 精神被宇宙吸收 我和神的关系怎么维持 我家里如果生出一个人来 那个人不是我 那我妈妈会怎么想 会不会有遗憾 这些的总继思考 那罗马人不想这些问题 罗马人很勇敢 认为死就死 活就活 活着的人不必去想死人的事 罗马人也追求永恒 就是把永恒 变成一种能量 我怎么永恒呢 就是我去为自己打个圣战 然后能够立上一根凯旋柱 如果我没有打圣战 我没有地位 我就不能立个凯旋柱 如果我打了很多圣战 我就立了五根凯旋柱 我还建了五 一个大豪宅 我把房子炸得很大 我把庄园弄得很漂亮 那不是证明我很有地位吗 所以罗马人的这种追求永恒 是把永恒物质化 把永恒通过物质的概念 把它固定下来 而希腊人追求永恒 是把永恒真理化 把永恒精神化 所以这个就注定了 希腊人喜欢用诗歌的语言说话 罗马人喜欢用经验的语言说话 接着罗马人也不说话 罗马人不说话就要完生成 你到他家里去看 你觉得他家里什么都好 然后你问 这个东西是你的吧 罗马人就点点头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罗马人从外表上来看 比希腊人还要有礼貌 因为希腊人太喜欢分析了 太喜欢争辩了 太粗暴了 太外向了 所以罗马人给人的第一印象 永远是好的 罗马人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 会给人好印象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 罗马人体质比较好 你像刚才看到凯特 看到奥古斯都 外表都很好 很帅 第二 风度比较好 因为他不喜欢说话 比较沉默 第三 他们只要搞阴谋 搞社交活动 很会社交 你想一个人又长得帅 又不那么说话 然后呢 又喜欢社交 给你的第一印象肯定很好 所以罗马人给人的感觉很好 就是不要叫他开口 但是罗马人是理解罗马人的 就是外省人不理解罗马人 罗马人自己呢 是自根自底 不说话也能理解 自根自底 这句话很重要吧 我们看个电视剧 看到一个男性 男朋友对女朋友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对你自根自底 所以你任性 你对我自根自底 所以我冷乱 好不好 这句话好吗 我对你自根自底 所以你任性 男的说的 你对我自根自底 所以我冷乱 因为他们两个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所以自根自底 他知道那个女性 那个女的对他很宽容 但人与男之间 不能太宽容 太宽容了就会任性 所以现在的 这两个人 还算很口 男朋友不任性 那个女性任性 我觉得这个电视剧 看着这话蛮有意思的 就是谈爱情 不要话太多 说几句有分量的话 就可以了 今天就教你们一句 对吧 你觉得现在老是 你每天那个说 什么吃饭啊 买菜啊 什么逛公园啊 这样他啰嗦 实际上真正能 那个叫人动心的 就说几句有分量的话 今天就教了你们一句 对吧 我对你自根自底 所以你任性 你对我自根自底 所以我冷了 这样的话 恋上十句就够了 十句话一说 恋爱就谈成了 对不对 现在人反而不会谈恋爱了 他们就一天到晚 说的话太多 很多都是无聊的话 实际上不要说那么多话 每次见面就准备好一句 很有分量的话 说一句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那个罗马人对艺术呢 排列是以实用为主 以实用为主 首先是建筑雕刻 我们说过了 然后是英语 然后是诗歌 最不重要在罗马人那里 变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反而 变得最不重要了 这叫艺术的革命 为什么呢 说罗马人太实用了 他还没有上升到 能够欣赏抽象的 朦胧诗的层次 你就和谈诗 他也不懂 他也不激动 然后你和他谈建筑 他马上激动 这个大讲堂多好啊 大礼堂造的多好啊 那这样他就开心了 对吧 所以希腊人喜欢谈诗 罗马人喜欢谈修词 修词是什么 修词就是演说 就做报告 所以希腊人诗做得很好 罗马人讲演 做报告做得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罗马人对艺术的理解 要比希腊人来得狭窄 艺术这个词可宽 可宅 宽可以宽到天地人神 宅可以宅到 只限于某种技术手段 艺术宽就可以宽成 政治的艺术 军事的艺术 什么都可以当艺术 宅就可以宅到 只是一种技巧 所以罗马人把艺术简化为技巧 罗马人欣赏艺术 不是在欣赏美 而是在欣赏技术 你给他演一段音乐 他的注意力不是好听不好听 而注意你的技巧 好还是不好 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他佩服的是你的技术 他不佩服你的音乐 就等于给他看一件很好的衣服 他关心的首先是 这件衣服用多少钱买来的 而不关心这件衣服本身好看不好看 你给他的是最好的东西 他的注意力却不在这里 这是个问题 当我到你们这里来讲课 我给你们都是我的最好的东西 你们关心就是时间到来吃饭的问题 这个就是对牛弹琴 所以罗马人是这样来看艺术的 就容易看到 看不到好的东西 他们只看最坏的东西 所以当罗马人看到坏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种内心的骄傲 他觉得艺术家希腊人也不过如此 所以在罗马人心里是很难产生 希腊人的那样一种对艺术的崇拜的 希腊人是绝对把艺术当神来崇拜的 所以就产生阿波罗下面有九位女神 跳舞 谬师什么的 这有一种艺术崇拜的心理在作怪 这种东西在罗马人的实用主义的头脑里 是找不到的 罗马人产生不了那种对艺术崇拜心理 因为他考虑实用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做了很多个比较 做了很多比较 那么我们简单地概括一下 我们就觉得当然还有很多了 就不讲了 就是罗马人他对一种实用的眼光来看到艺术 结果就使得罗马的实用的经验的艺术 技术的含金量都要做得比希腊人好 但是从心灵的思考的概念的 理想的虚无缥缈的学问 都做得不如希腊人好 那么比较一下 经过今天一天 我们就知道罗马的文化 希腊的文化 还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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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